最近大家非常關心的話題 就是前一陣子呢 也是剛好我們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聽到就是 小鬼非常年輕才三十六歲 就突然在家中猝死 後來才知道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主動賣玻璃 對啊 而且我都會覺得說 這麼的突然讓人家毫無防備 實在太不公平了 至少我在生病 我不健康的時候 總是有一點警訊吧 對 所以今天也幫大家 請到了我們淑女的醫師團隊 我們要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這個關於最近新聞上的這些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就先從 對啊 陳冠仁醫師 真的 我想最近大家應該 一直在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有關這個主動賣玻璃 就是為什麼小鬼 這麼地突然走得這麼快 主動賣玻璃平均來講 你只要一發生 跟心肌肝在差不多 一個病如果有四個裡面有一個 對 那剩下的 你兩天內不處理 大概會有一半的人會掛掉 所以它是屬於非常急迫 不處理會死亡率 非常高的一個疾病 主動賣是我們身體 最大一條血管 那其實血管 我們這個動賣 它其實外面是有三層結構 對 好像同心圓一樣 那其實主動賣玻璃 就是指它內層 最裡面那一層 出現了一些菌裂 裂痕 所以導致血流不斷地衝 衝之後 把那個裂痕衝破了 所以它變成說 在內層跟中層之間有個洞 有時候我這樣解釋 大家不見得很能夠了解 那我會用一個 我自己認為可以 比較好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穿過西裝 西裝外套 裡面有個內襯 對 那有些時候 像我自己的西裝外套 我穿了十年 會穿到破掉 內襯會破掉 這麼省喔 對 所以 對 所以你有時候 穿衣服有沒有 伸出去怎麼弄不到點 因為你穿到內襯根 會插到那個洞 對 這就是主動賣玻璃的概念 它裡面破掉了 但是它外面沒有破 所以它的血 會一直衝向那個洞 把那個我們叫假腔 越撐越大 撐大之後 它會壓破到真正血粒 應該走的地方叫做真腔 然後會壓破那邊 壓破那邊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因為主動賣 它是要送血給全身器官的 它如果真正的道路 被你的假腔給壓扁的話 其實全身器官 都會失去血液供應 對 所以其實主動賣玻璃 除了胸痛之外 它會併發很多 包含腦中風 包含心肌梗塞等等 它只要擋住任何 送往其他器官的血流 就會造成那個器官的問題 所以回過來小鬼 它應該是 就是它可能裂的地方 剛好在我們供應心臟的 冠動動脈的開口 所以因為假腔太大了 把那個心臟血液的 開口給堵住了 它等於是 又合併了主動賣玻璃 又合併了心肌梗塞 所以是死亡率又更高了 我真的聽到一直起雞皮疙瘩 大家覺得生命真的好脆弱 對啊 所以那難道就是這麼 它的這個搶救的關鍵 是這麼急迫嗎 有人是可以救得回來 為什麼有人就救不回來 其實原則上 剛剛其實陳氏有解釋 我們主動賣是一個 醉糖的血管 所以它裂的位置 它裂的狀況和程度 其實就是影響到我們 救的那個關鍵 所以大家很年輕人 在擔心這個疾病 其實應該說 你有一些 其實這條血管的品質 會越來越差 這時候才會因為血壓的沖刷 才去受損 所以原則上它的耗發年紀 通常都是五六十歲 而且你有些三高 慢性病等等的一些危險因子 加種在一起 比較容易耗發 那它有這個的話 它沒有一些事前的徵兆嗎 它從心臟出來 是一個拐杖型的 它是往後繞 所以它大部分在列的位置 最危險的地方 就從肌部開始 因為它就是承受壓力 最大的地方 所以當你有劇烈的胸痛 而且這個胸痛 其實會沿著我們身體的縱軸 因為它的走向 就是在我們的中心 偏後方會有點類似像 因為我沒有痛過 我無法去描述 但是大部分病人會描述 就是沿著中線走 而且那個痛是像撕裂 甚至有人會描述 像刀子切的這種尖銳的疼痛 其實那個就類似 主動脈正在脫離 卑鄙尋常的痛 對 其實出現這種症狀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 它列的位置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所以有時候它表現的是喘 它有時候表現的是中風 有時候表現的是腰痛 當然有剛剛描述 這種很典型的狀況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救醫 為什麼 我曾經遇過一個 醫醫學界的前輩 他在家裡就是忽然 就是很典型的胸痛 前胸後後背 失裂疼痛到冒冷汗 他被送來急診的時候 血壓非常的高 他來到急診室 直接跟我們看診醫師說 學弟 因為症狀太典型了 他自己就已經做判斷了 對 那我們就進去做 果然就是主動脈玻璃 那大家就知道 我們醫師都知道這個危險性 因為剛剛陳醫師有說 對啊 在跟時間前 你就要看到下一刻 他從電腦斷層室移動回來 急診室的時候 他太太到了 他是在交代他後世和允足 對 你就知道 趁他年輕的時候 他也知道說 這接下來是要進行一個大手術 而且是有一些 生命摧毀的狀況 但後來當然 一開始我們做了 搶救手術之後 他是有一些併發症 有併發嚴重的腦狀風 不過他當下那一刻 手術是有成功的這樣 所以其實 還好 你的典型症狀發生的時候 還有即時就醫 然後典業的位置也是在 可控制的範圍內 其實這才是搶救的關鍵 如果說 他的那個學長 在更早以前 直接到急診室 然後說他是主動賣玻璃的時候 那時候的死亡率又會更高 因為其實開刀的 因為你要知道醫學開刀 很多東西一直一直在進步 其實大家也不要害怕 搶救機率比較高 對 搶救機率會比較高 但是有時候就是 怕就是怕在就是說 他一下子併發 像剛才關鍵醫師 還有魏主任他們講的 就是說 一下子你突然間 裂的點又併發心肌梗塞 或者是你裂的點又併發 馬上併發腦狀風 那這時候搶救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困難 那另外一個是 有些疾病 當然你一發作的時候 像黃黃森先生 如果說他一發生的時候 馬上有人在旁邊 我想以他的狀況 其實真的還是很難 但是有時候有些疾病 沒有那麼誇張的時候 或許有人在旁邊 會有一些一線生機 那我要分享的是 所謂的呼吸中止症候群 我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之前是來找我看 呼吸中止症候群 他最主要是提醒 有一點胖 對 然後睡覺有一點打憨 那就是新婚不久之後 老婆就叫他來找我們看 因為他覺得他 有代謝疾病 他完全沒辦法跟他同房睡 所以他來反而發現 有輕微的一些高血壓 跟輕微的糖尿病 都是輕微的代謝性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必須要控制你的血壓 控制你的血糖 那你必須要做適度的一些減重 那當然結婚之後 可能結婚有結婚的壓力 再加上有工作的那想法 其實他的體重 反而是在緩步上升的 透過在追蹤的這個狀況底下 那一開始來是不用到 帶到什麼羊牙呼吸器 到後來的時候是越來越嚴重 結果後來他這個追蹤 一兩年之後 他又併發有氣喘的狀況跑出來 好啊 併發氣喘的狀況跑出來 每次都問我要怎麼辦 我說叫你要運動這樣 你要減重 你又不減重 對啊 你看我 我都受回我學生時代的體重了 對不對 陳師 籃球隊喔 籃球隊的體重 你就是病人最好的榜樣 沒有 對啦 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健康也為了帥氣 真的啦 對 健康很重要 然後結果 但是這個故事雖然中間這樣子 其實還滿不鮮 後來這個病人是在家裡 臨時就是說送急診 是他太太也發現 因為分房睡嘛 對 那有一天 禮拜天早上發現怎麼到中午了 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就去看他就整個已經發黑送急診 那發黑送急診的時候 其實他床頭櫃其實有那個 氣喘的那個噴氣這樣 可是因為我在想 我們後來他來的時候 因為已經黑掉 然後CPR怎麼樣都回不來 那後來大家判斷了一個原因 就是說他應該是有很厲害的 呼吸睡眠中止以外 加上有氣喘發作 那你今天如果說 你旁邊剛好有人的時候 即便你那時候自己沒有能力 去拿那個所謂的急救藥物 對 旁邊的人應該可以幫忙嗎 就是還可以這樣提一下旁邊的說 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你不舒服 然後趕快幫忙照 今年2020年演藝圈的有些 也是因為都被發現在獨居的不幸 是 對 所以其實還是告訴大家 不要 盡量不要一個人生活啦 對啦 你覺得他有選擇誰想要一個人 不是啊 你看我們這些 有誰想要自己睡的 我們也很想有別人一起睡的 就能單身啊 不是 可以揪 揪一旗 揪一旗 對 陳醫師你負責幫我們 整個團隊都要找到另外一半 消出去好不好 各個條件都不錯的 我們剛才聽到前面醫師講 我們會產生年輕人的猝死症 大部分就是呼吸道 被突然阻塞到 或者是血管被阻塞到 對 或者血管破裂 造成你的這個養分 沒有辦法輸送到組織 你就壞食就可能猝死了 那我有一個病人 大概是我以前在醫學中心 值班的時候 就是急診來嘛 那他是因為急性的偏頭 急性的頭痛來的 然後我下去看的時候 他大概血壓到兩百多 年輕人二十多歲而已 也是瘦瘦高高的 那我就跟他家屬解釋說 他的情況 因為他這個年紀的話 我們比較懷疑是 可能是 動靜脈畸型 這個是小時候 如果我們有去檢查 我們會發現的嗎 還是說 如果有檢查會發現 可是通常我們不會去檢查 不會檢查這個 因為你沒有什麼不舒服 或什麼症狀 那這個病人的話 我們就是懷疑 他是動靜脈畸型的時候 我們就做進一步的血管的檢查 那我在跟家屬解釋的時候 然後跟他講說 後面的血管攝影的時候 病人就突然就又昏倒了 瞳孔就放大了 這麼突然 所以急救也來不及 就不回來 我們懷疑是不是 就是他這個動靜脈畸型 又在破裂 大量的出血 結果就造成 你沒有辦法挽回 對 其實我們就算知道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什麼動作 因為他破裂的位置 已經破裂 我們根本來不及去動他 因為我們人家的腦 只要缺氧五分鐘以上 就壞事了 比八點檔還扯得機遇 現實人生超展開 照顧過程中 又產生一點情愫 後來就順利在一起 避免結婚的 這就是偶像 車禍遇到愛啊 真的 結婚過後沒多久 又撞到一個人 老公照顧照顧 又產生情愫 跟結婚的要求 他會不會從那邊看路上 有漂亮的就撞下去啊 他就開著馬拉力 載著這個女生 妳喜歡嗎 她就送女生 後來發現她外面有三個小孩 所有的祕書 都是她小孩的媽媽 攤牌的時候她就講說 玩玩而已 大家開心就好 幹嘛親家那麼多 我們常常看那連續劇的時候 然後都會說 太憤怒了 怎麼可能這麼 太扯了 彼扯靈還扯 但偏偏有時候我們的真實人生 就是這麼扯 沒錯 所以今天就要跟 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聊一下 到底有哪些 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的劇情 在我們的真實人生中上演 對 首先我們看到的 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愛情偶像劇 這是大家最喜歡的 對啊 我們多想 在我們真實人生當中 遇到偶像 看 不能這麼如願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 劇情一呢 就是 失憶 鬧秋分 命運安排 拆不散 對 第二種劇情就是呢 落難的公主遇到暖男 但是是福是禍 看不清啊 那我們也不敢捏去塞 你可以 好 劇情三 麻雀變公主 報到王子超開心 漂亮 這個最讚了啦 那個麻雀變鳳凰的劇情 我到現在都還在羨慕耶 對啊 但我們剛剛講的 這三個愛情偶像劇 曾經在你的男生中上演嗎 你看他講的是我的感情就是 常常會出現 八點檔 偶像劇 常常 妳應該是十一點檔的吧 不是 怎麼可能八點檔 人家就是真的看不到的事情 都可以到我人身上 真實上演 我就像那時候在年紀 其實滿小的 我現在已經三十 我大概是在二十出頭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男朋友 這男朋友常常就是 因為自己會失憶 失憶之後呢 你去找他 我跟他 問他什麼 說你剛剛怎麼沒有回我訊息 他就會說 你沒有傳啊 我說我有傳 你再看看 他拿出來說 真的 你有傳耶 就失憶喔 對 然後就是 所有男人都會換的 可是重點是 他可能是前面的時間 是真的人不見了 真的找不到人 失蹤 對 然後你跟他說 我有傳訊息給你 我有找過你 或是說例如說 失蹤加失憶 對 然後或是說 我們本來約好什麼時候要幹嘛 可是你遲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那次我真的不開心了 我在大日生跟我那邊 我就說那這樣 我們還是不要在一起好了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 實際上我覺得 我覺得你不坦白 沒有信心 對 這個人 我記得那天下大雨 然後我們在涼天裡面 他說要飛走 整個 整個 整個情緒上來 整個往大霧上衝 所以他給車撞 他說 我給呂玲啦 我給車撞 撞死我 今天就撞死我吧 所以當下 戲劇話 就錦濤哥的演技嗎 真的 我說 我就故意衝著抱他 你不要死 天啊 你不要 沒事的 沒事的 所以那時候 你去抱他 原來是什麼 你覺得他太愛你了嗎 那時候我年紀小 我覺得天啊 有個男人 竟然我去死 天啊 而且對了 我是真的中了我什麼 魅惑之類的 所以那一次後來就和好了 還是和好了 然後再來還有第二次 第二次之後 因為我這個人 其實我這個人本來就是很 也其實愛滿眼偶像劇 所以我想說跟男生 妳應該也愛啦 到那個什麼 很高的那種天橋上面 看車子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 在那邊就是 感覺就浪漫了 對 在那邊談情說 談到一半的時候 好 可能有個女生 傳訊息過來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問他 他可能就 他就跟我說 這不是 這可能是 廣告郵件的訊息 看我這邊就不是啊 對啊 我就為什麼要騙我 你就跟我講這女生是誰 我開始要跟他說 那這樣我還是不要再寫 我還是要不要再寫 你又要跟他分手 不要往下跳 他說他要往下跳 跳那個從你 好可怕 我跟你講 因為他已經這樣子 大概四 五遍了 他這個是我最後一次 我會覺得說 其實會很疲累 疲勞 你以為你沒有上個偶像劇 我不想拍了耶 對啊 我沒有打開了耶 對啊 很快 你平常那麼多 你那不是偶像劇 偶像劇沒有演這麼長的 對 而且偶像劇 這個招用一次就好 那什麼怪招啊 你以為我那什麼爛招啊 沒有 這久了之後 就變成一種習慣性的情緒 是人來了 情緒勒索 因為情緒勒索 你要趕快死 你根本不會死啊 你應該還要跟我 所以到最後這一段感情 應該分了吧 後來怎麼分 後來就分了 後來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有點失控了 對 因為不能夠在感情裡面 不斷地就是說 我要傷害自己 或是因為這樣證明 覺得說我是愛你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愛 其實是不對的 就會這樣愛情就扭曲了 對 剛剛講的那樣 他男朋友算家暴啦 算家暴 這樣就家暴 是一種精神暴力 你有沒有覺得很痛 我被壓抑 一定是有的 對 那我這個案例 其實也是跟交通法規有關係 就是說他們這個女生 就有遇到一次比較嚴重的車禍 他其實撞下去 其實人是有點已經半暈了 人是有在躺在地上 他在模糊中 只看到 只記得說 有一個人把他一把抱起來 往醫院衝 因為其實醫院很近 比起叫救護車 這樣是比較快 可是這樣好像不太好對不對 任意移動傷患 滿危險的 對 不過也還好 因為醫療科技還不錯 就把他救回來 他撞到他之後 他自己把他送到他 自己移動傷患去醫院 這樣真的不好 對 有點危險 那後來這個在 這個在康復過程中 這個男生也十足的 展現出他的誠意 那就是基本上一下班 就來看他每天這樣探班 那最後兩個人 因為這個照顧過程中 有產生一點情愫 後來就 天啊 這就是偶像親的劇情啊 真的 車禍遇到愛 這我們的緣分 其實不知道從哪邊來 可是這時候就出現 一個小問題 車關 這個男生其實我覺得 可能有點三寶 他就是結婚 馬路上的三寶 又撞到 對 又撞到一個人 可是他就跟老婆說 其實我們家裡的這個 經濟狀況沒有很好 我們可能陪不起他 不然這樣好了 我一樣展現我的誠意 去就是陪他 照顧他這樣子 而且他撞到的是一個女生 那老婆就心裡很不舒服 就說難不成你當初 是為了想要省這筆醫藥費 才來親近我的嗎 就是啊 一定會有這種想法嗎 當然老公白口摸辯 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可是因為情勢所畢 他們也沒什麼錢 他只好去真的 就讓老公去照顧他 那可是問題 對 問題就在於說 老公照顧照顧又產生傾訴 天啊 他怎麼那麼容易情感犯案 對啊 然後老婆就 就被老公就提出了 這個離婚的要求 他會不會都是看路上 有漂亮的就撞著撞 好可怕喔 那老婆就跟我說 有一個詞 其實我那時候才知道 她說她懷疑她老公 有所謂的 立馬綜合症 那是什麼 其實好像就是反過來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綁匪 綁匪愛上人質 就喜歡弱勢者的感覺 他就要照顧別人的感覺 對 他就會不知不覺的 去愛上他 基本上不愛了 是沒有辦法 直接作為離婚的理由 而且其實老婆 在這段婚姻中 也沒有什麼太大過失啊 所以當然生理過程中 最後是駁回了 這個老公的請求 可是最後兩人 還是離婚了 因為我會去追蹤一下 他們後續 他們後續離婚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老婆 會不會只是喜歡上 老公拯救他 他那種感覺 他懷疑自己好像 沒那麼愛他 所以最後兩個人 是合意離婚 對 最後結果是這樣 所以這個偶像劇的結果 也不一定都是快樂結束 我一個國中同學 他在國中的時候 班上有一個 恐龍妹 這樣講我覺得是 形容人家是不對的啦 那你還說 說我還說對不對 剛才講完的 你也是三寶喔 跟著你講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都講 長得很遵守交通規則 長得很安全 長得很愛國啊 很愛國 那就是他是比較胖的 可是他對他們班上這個男生 他就是很喜歡 所以他就會幫他買早餐 他會看他喜歡喝什麼飲料 就會主動去買來給他喝 那這個校草其實也會接受 但是他並不喜歡他 有一次喔 就是他們在做那個實驗課 我們國中不是都有理化嗎 要做實驗課 那那個校草就跟他說 你來幫我燒一下酒精燈這樣 他當然很開心地過來 要幫他燒 結果後來就打翻了 打翻了那個火 就燙到那個同學的手 對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好痛喔 他可能是希望男生 可以關心他 呼呼一下 那男生就說 你知道嗎 就是叫他來 他就是偶像去那時候沒有看多 因為如果偶像去的話 一燙到他說好痛 然後就昏倒 對 然後叫他昏倒 我就會說昏倒囉 趕快起來喔 等一下 真的痛喔 那其實他以後沒有喜歡他 對 他沒有喜歡他 或者他覺得都是你自己要來 來貼我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深深地傷害了那位同學的心 對 但是因為股東畢業 大家也就各奔東西 那這個校草 其實他成績也不錯 就是說一路就這樣子 都考到第一志願 然後偶像去不是這樣子嗎 對 這高富帥就是 優秀 很優秀 會都有 對 就他也考到了醫學院 然後也出來 然後後來就染頭髮 出來 他在急診科 他就出來 職業了就對了 就出來自己開診所這樣 包括女病患 小護士 都很喜歡這個黃金單身 就是啊 就後來就是有一天 但是他都看不上眼 那有一天就有一個女生 長得很漂亮 來面試 電到了 這個醫生語言面試 問他的資歷都不用問了 就直接說你明天可以來上班 就是已經是到這很漂亮 醫生很需要自己面試喔 因為他自己開了診所 所以他就看到履歷 就看照片很漂亮 他就一定要親自面試 後來就發現說 奇怪了 他怎麼喜歡喝的飲料 喜歡吃的早餐 都跟我好像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根本 這就是 原本 天作主 他就去跟他說 你怎麼也喜歡吃油條 配那個豆漿 對 然後這個女生就說 這不是一般人都會喜歡的 結果還要裝著一副 這不是 沒事 就是剛好而已 對 但是你們男生 都喜歡這樣子 就變成說 其他女生都要巴著他 就只有他會欲勤顧重 所以讓這個醫生就是 想得到又得不到 這種感覺 後來還是追到手了 然後他就發現他的老婆 就是已經結婚了嘛 對 就發現他老婆的手上 怎麼有一個燙 有一個燙傷的 傷疤 等一下 不會吧 太狗險了 我怎麼之前都沒有 我起雞皮疙瘩 我的媽呀 手有疤這樣子 因為他其實之前都把他 用那個膚色的 有遮 遮起來 然後那天故意不遮 然後他就問他說 怎麼會有這個疤呢 我怎麼都沒有發現 他跟他說 對啊 你還記得國中 你有一個同學叫某某某嗎 然後這醫生說我知道啊 我跟他超花痴的 就在他老婆面前 就是講這個女生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跟他說 有發現了 太狗了 我們全部的人都驚呆 你知道嗎 怎麼可能這種偶像劇的劇情 會發生 我的天啊 恐怖變妳的劇情吧 沒有 我跟他講 這個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所以那時候 十幾年前他就這麼厲害了 對 所以他呢 就是跟他說我就是他 所以他那時候是刻意的減肥 而且他一路打聽說他 考到醫學院 對 可是很多偶像劇電影 都是這樣演的啊 韓劇啊 就超過的 然後他還為了他去考護校 但是女生是沒有報復心態的 因為女生是真的愛他 那某種的Happy Ending 對 其實是Happy Ending 對男生來說 都會覺得這會變 而且人家他是 男生是報復啊 對男生來講 你要想說他是因為 真的瘦下來 所以整個人變漂亮 他沒有去整形或幹嘛 這整個故事聽下來 就覺得 這男生好膚淺喔 不是只有這個男生 真的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訂閱 按下訂閱 HIV呜 餘